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爸爸过生日 妈妈定做了一盒蛋糕 没等到爸爸下班回家 妈妈发现呀 这蛋糕被吃掉了 妈妈很生气 把四个孩子叫到面前问 老大说是老二吃的 老二说是老四吃的 老三说我没有吃 老四说老二在说谎 他们四个人中只有一个人说了真话 其余的人全在撒谎 你能猜出哪个淘气鬼偷吃了蛋糕吗 好了 同学们 读完这道小题 我们会发现呀 本期草点它就在考察我们逻辑推理问题非常的好 那乐乐老师把老大老二 老三老四 他们所说的话给他摘录出来 方便大家观察 那么再考察我们什么类型的逻辑推理问题呀 哎 这里面有真有假 所以当然属于真假型 怎么样 同学们 你还记得吗 真假型如何去判断呢 哎 这个时候脑子里面立刻飘来了老师曾经说过的两句话 第一句话 使乐是男的 第二句话 使乐是女的 哎呀 没笑了 实际上我们会发现这两句话怎么样了 哎 有矛盾 而且这个矛盾还是完全相反的矛盾 那我很肯定这当中有一真 有一假 那我们来看一看这道小题啊 好了 有没有完全相反的矛盾呢 老大说是老二吃的 老二说是老四吃的 老三说我没有吃 老四说老二在说谎 怎么样 同学们 你找到了没有 找到了 谁呀 老二说 老二说老四 老二说 是有矛盾的 对吧 哎 非常的好 那我们来看一看啊 注意了 也就是说说真话的范围 我们已经确定了 就在这俩人之间吧 那另外的这俩人怎么样 肯定说的是假话 嘿打个叉子 我们来看看究竟谁是那个淘气鬼呢 老三说我没有吃 这句话是假的 怎么样你猜到了没有 就是老三吃的 所以本期正确的按老三偷吃了蛋糕 好了来看一看电子版的解答过程 注意了找矛盾 好找到这个矛盾以后 我们再做一做假设分析就OK了 老三这句话是假话 所以推出老三偷吃了蛋糕 怎么样这个小题你做对了吗 来吧看一看 徐老师点睛 真假型的逻辑推理问题 孩子们记住了 我们找一找矛盾就OK了 注意咱们讲过很多种类型的逻辑推理问题 但是在考试当中 命题人特别喜欢考察大家 真假型的 所以我们的小朋友呀 回去以后要多做一些这方面的题目 好吗 这条小题你学会了吗 好呀 好呀 宝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